嗨啦我是小偉智 這一集開箱Nagel Corbon跟 Mason Mihara聯名的鞋子 這款是溶解鞋 那這次聯名它有發兩個樣式 好 一樣 打開來裡面就是很高級的包裝 有櫻子啊 印花的櫻子 然後每一雙鞋 都用一個不知不得帶子裝著 這個之前就有介紹過了 這個是黑的 黑灰黑灰的顏色 有點像是水墨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的大底也有做染色 前頭 近期有發一雙比較黑的 不知道你們的印象 這一雙聯名是稍微偏灰一點 然後鞋帶是黑 有點偏卡其的顏色 然後有附一個白色的鞋帶 那鞋子上的細節 這個鞋車是這一季新增加的 然後側邊這邊有多 再測一個標 然後背後有 Nigel Capone的logo 那設計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這個背後 有多測一個這個環 因為很多人穿converse都會把鞋帶綁在後面嘛 那 Nigel Capone就是後面這邊設計的一個環 那 你可以最後把鞋帶擋 就是你先打一個結之後綁到後面 就可以把鞋帶收在後面 做一個造型 這個是黑配色的 然後米配色之後會到貨 這一次只有到黑黃 好再來看黃色的 一樣就是比較水墨的這種設計 那這邊這種不均勻的圖層就很好看 總結鞋帶款式 一樣後面有 那個Nigel Capone的logo 然後側邊的 步標 OK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一樣下方的連接可以聯繫到我 掰掰 掰掰